凌晨1点18分 新竹竹北某间自住洗车场 一名男子开休旅车进入下车后勘察地形 但他的目标其实是对比机 没多久他从车内拿出一把雨伞 大半夜他在室内撑伞已经相当诡异 之后他把车挪进机器旁边 打开副驾驶坐车门 再把伞打开夹在车门缝隙 这时他已经在准备已绝切割器 男子在破坏对比机搜刮里面大笔现金 洗车场对比机右侧被烧割出一个大豆 周围焦黑 店家只能贴出公告 对比机维修中 另外一个挂在墙上的黄色头皮箱 也同样惨遭窃贼又已绝切割破坏 但幸好是不锈钢材质 难以切割理头的钱才可以被偷 现金大约是4万 它含机器设备这样子 大约是10万块左右 贴割过程中会有火花会有光 所以他把用雨伞挡住 就是怕人家发泄 窃贼非常嚣张 在洗车场花了一个多小时耐心切割 也不怕现场监视器盯着 老生在在业者无奈 钱被偷 设备还要维修 气得把监视器po到粉砖 警方也认出这名窃贼 就是最近在各县市流窜的惯犯 腾立专案小组 积极收集市政展开追查 目前已锁定犯险一名 将已近日内查细到案 自助洗车场无人库垫 加上24小时经营 客人想洗车就来 也反倒成了窃贼 想来就来偷的目标 TVB新闻陈世民新竹报导 TVB新闻陈世民新竹报导